大家好,我是郑志明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电报被盗号 它是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么多人电报接连的被盗号 那么如何防范 电报的被盗号 实际上很多人 可以说 几乎所有的人 他的电报被盗号 并不是 被那种防不胜防的黑客手段 给攻陷了 而是因为自己缺乏 网络安全的常识 导致 中了这个 中共的那个特务卸人的 招数 尽管这种招数并不高明 许多人 但更加 更加遗憾的是 许多人 他在电报被盗号之后 并没有引起重视 他也就发一个声明 另外注册一个号 发一个声明 说自己被盗号了 实际上这是远远不够的 你糊里糊涂的被盗号了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光发一个声明 那么下次还是被盗号 而且 你这种被盗号 不仅仅给自己带来困扰 而且 也会危机到 其他网友的安全 特别是在国内的网友 因为一旦中共的 特务卸人 获取了你的这个电报账户 就非常有可能导致国内的 跟你联系的 这些异议人士 被抓捕 那么现在电报被盗号 我上一期节目已经讲了 他的最主要的手段 就是获取你的验证码 获取你的验证码 因为电报 他跟手机是绑定的 他直接问你要密码 那就太拙劣了 而且也容易引起你的警惕 因此他主要的方式就是 要骗取你的手机验证码 他为什么问你要验证码 因为他想登录你的电报账户 他知道你的手机号码 但他不知道你的密码 他直接问你要密码 这太拙劣了 而且会适得其反 那么他就问你要验证码 他问你要验证码 那理由是什么 上期节目我讲了 比如说什么电话本丢了 现在要问你这个 要电话号码 要你的电话号码 然后要了以后要把你什么 拉进个什么电报群 拉进电报群要验证嘛 实际上根本不需要验证嘛 他只是 他是骗你说要验证嘛 还有什么 他要买彩票 我上一期节目讲的 他要买彩票了 他说他手机没电了 那个彩票 他在外面买彩票 刚好手机没电了 需要借你的手机 借你的手机 这个 所有的验证嘛 但最近我 碰到几个 异议人士 其中也有法轮功的 信仰者 根据他们的反应 因为他们也被盗号了 根据他们的反应 就是 他们 被盗号 是碰上了一种新的方式 这种方式就是 发截屏 就是 冒充他的 他的好友 或者是电报好友 或者是朋友 网友 冒充 这些冒充 他 网友 朋友的 这共特 要求 他发一个截屏给他 那么 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就是 贼喊抓贼 他这种理由是 贼喊抓贼的理由 他说 比如说 他说 哎呀 曾洁明呢 我那个电报上面出现了 你的 两三个你的账户 究竟哪一个曾洁明是真的 搞不清楚 那么好吧 请你 发一个截屏给我 我给你发一个验证码 你把这个验证码截屏下来发给我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冒充他人的这个共特 他冒充的是 比较大V的那种人 比较有名的大V 你那么一搁登 你还真的容易中招 为什么呢 因为不就是一个截屏嘛 实际上这个手里需要非常小心 因为这个截屏 是不需要轻易发给别人的 这个验证码 是这个电报方 是电报的官方 发给你 发给你登录用的 不是他发给你的验证码 是电报的官方发给验证码 一设计的验证码 你们要立刻联想到 这是登录电报账户用的 他为什么问你要验证码 他因为他想登录你的电报账户 你把电报发给他你就完了 他马上登录你的账户 然后把你把你电报账户的密码改掉 然后他就成了你了 要验证一个人 发截屏是没有用的 发手机截屏没有用 谁知道你的手机上面装了什么 装了什么软件 你的截屏的这个界面是什么 你们不知道 他问你要截屏 所以 所有的这个 网友都应该警惕 凡是碰到别人向你要截屏的 一律不要给 一律不要给 不管他是什么网络大V 或者是你再好的朋友 因为他有可能他十分被盗 他是更特冒充的 因为那个网络大V 你的那个朋友 他的电报账号已经被他共特倒掉了 虽然是共特冒充了 不会正常的 谁也不会问你要这个 你手机的截屏 你手机的截屏是你自己的私命 而且也 也验证不了你的个人的身份 凡是你要这个 什么验证码 手机验证码的 都一律 要小心 一律拒绝不论给 验证码是干什么用的 验证码就是登录你个人账户用的 他有的是 有的是 有的是 名奖 就是 网络上出现了 这个电报上面出现了 几个你 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那么我现在发一个 验证码给你 你收到 手机收到验证码 你给我发一个截屏给我 一个是这种名奖 他说他要验证码来见别 你是 真的还是假的 哪个是真的你 另外一个他不名奖 他就这么稀里含混的说 电报上面出现了几个你的战负 我要验证一下 哪个是真的你 那么现在请你发一个你的手机截屏 来给他 千万不要发 因为手机截屏根本不足以验证人的身份 而且手机截屏属于个人的隐私 不能够发给别人的 因为你发手机截屏的时候 你发手机截屏之前 他偷偷摸摸的已经 向电报的官方申请了一个验证码 发到了你的手机里面 你一截屏就把你的验证码也截屏给他了 嗯 这种是 这是一种更隐蔽的方式 就刚才说完 现在最新的两种骗号的方式 一种就是明告诉你 要验证你 出现几个你的战负 要验证你 请你发一个 请你截屏 把你的验证码截屏给他 另外一种是不告诉你 不要求你发验证码 但是他偷偷摸摸的像 这个电报的官方 申请了验证码 发到你的手机里面 他只说要你截屏 你一截屏就把验证码截屏给他了 所以截屏千万不能发送 现在最新的盗号方式 最新的盗号计量 是截屏要你发截屏给他 千万不要发截屏 好的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地圆 3 2 3 4 5 5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